隨手關燈 這有很難嗎 沒關係 一年了 現在40歲了 還要我來教嗎 你說什麼 誰說 我說什麼 耳朵脫龍啦 大現實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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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重要 什麼 弱掉 新年大一點好不好 什麼弱掉 這不是機能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天大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我跟你講 結婚14年 我們在結婚的那個場合上面 他答應我的結婚事職 3 2 1 什麼 學習新東西 你看 這個視野就不一樣 他就跟一個老人在一起 什麼新東西 所以我結婚了他的學 你媽的你老公都沒那麼大聲 把我那麼大聲 那邊是怎樣 本身就這麼老舊了 你比較遠 因為如果你掛了 他會 改家會改家差的 要不是一定改到他比較好 他那麼年輕 然後我這樣講 還要好好地走吧 好不好 不要在小孩面前 對我毛手毛腳 不要在小孩面前 你實在是 因為他就是 早上就是在那邊 就過來抱一下 一直說過來抱一下 就過來抱一下而已 然後小朋友就 衝進來 然後他就馬上 把我大力地推開 我想說 那也不能繼續ING啊 我去廟裡走一走 這是豬股刷 什麼 你是被射鬼上身 豬股刷被下降頭 他就會死 會哪有那個 那個的 老婆還沒回家 我終於可以吃 我最想要吃的巧克力了 我大概已經三個月 沒有吃巧克力了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答應我的事 你都沒有在做啊 我老婆就吃個巧克力而已 我好久沒有吃巧克力 我就久久吃一顆而已啊 還敢說啊 我告訴你這個巧克力 衝攻 氣死人 那以為拿走了巧克力 我就沒有了嘛 各位觀眾 接下來是 見證奇蹟的時刻 你當作我跟他那個名字 正常的男人 當然要兩顆 但你幾顆 幾顆 幾顆 你怎麼報你 幾顆 你抓什麼不知道嗎 你的血糖 現在已經給我飄掉兩百八 我真的很擔心 你突然間就死掉 我一個人怎麼辦 你還給我偷吃巧克力 怪了 吃個巧克力 你還不是一樣 說我答應你的事情 沒有做到 你答應我的事情 你都沒有做到啊 我答應你什麼事沒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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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沒做到 你說 你說啊 你跟我說 我就說給你聽喔 嗯 你之前答應過我 你之前答應過我 一天要給我三次 結果你現在三個月才給我一次 你看我怎麼受得了 你受不了 受不了 一天三次才受得了 哈 你偷偷 你做我這麼容易 我還要洗衣 我還要幫你們煮衣 我還要顧你們這些 還有小孩 要吃三餐飽 我還要給你們無形式 我就說一天三次 你現在是當我是鐵拍的喔 哈 你還敢講 你還不是答應我的事情 你都沒有做到 我 我又答應你什麼事情沒做到 我什麼事情沒有做到 你不是跟我說 結婚五週年 你要帶我去幹嘛 二度蜜月 所以要帶我去巴黎島 我在巴黎島 我現在連設置島我都沒去過 現在十週年啊 乘以二 巴黎島 你要講 我們到底出國 巴黎島到底是要幹嘛 巴黎島至少去個五天四夜 你現在三個月才給我一次 那五天四夜 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我們到底要蜜月幹嘛 你上次也跟我說 我們結婚十週年 你要買一台 紅色的跑車 我們可以出去兜風 結果呢 紅色跑車 停在家裡 這叫做紅色跑車 你是坐在裡面 你是青泥喔 這不是紅色跑車 這是什麼 它就是紅色跑車 換了你 我要的是真正的紅色跑車 要不要跟他說 你先等我 但是總要跟我這麼說 你 你才無賴 你騙子 你騙人 你騙笑的 我眼睛有信 不輸鬼 垃圾鬼 你要說不來 為什麼老婆答應我的事情 都做不到 請問一下 智晴先生 是 這個 今年都已經要過了 那你答應我們智希小姐的事情 請問一下 你做到了幾項 還是都沒有做到 有的有做到 有的還沒做到 為什麼還沒有做到 但你要智希 幾年都沒過去了 到現在 我說真的到現在 其實我真的還欠她一個 婚戒 還沒給 怎麼拖這麼多 你也太誇張了吧 我想會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 媽媽那時候已經 在暗零 就比較急 那時候是因為為了媽媽 所以想說先登記 登記的時候其實我有給一個婚戒 我跟劇主 借了一個 因為太臨時 劇主的 沒有 因為太臨時 我就說每天在醫院照顧媽媽 我就趕快打電話說 你可以幫我準備一個 智希在拍戲的時候 曾經帶過的一個結婚戒子 代表一下 我還在那個 戶政事務所跪下來 跟她求婚戒上去 路邊很多那種 金馬店 沒人家要用酒 有啦有 嫁威了 那我女兒竟然聊到小裡 但今天不是聊我好不好 真的 兩隊夫妻 還好 更精采 他們的另外一半 彼此的另外一半 好像都有很多事情 今年快過了 都沒有做 不知道等一下你會聊會不會打起來 來 歡迎兩隊夫妻 歡迎 那浩如 對 你們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事情 你們結婚幾年了 14吧 14 14很久了耶 還有什麼 自己戳蝦才能夠這麼久 真的 你說什麼 誰戳 說什麼 耳朵說龍 他就龍了 Michael是龍 Michael一個龍 然後浩如是蝦 我忘記他 他一個是雅的 忘記今天他有來 他有什麼沒做到 有耶 蠻多的耶 快過了快過了 第一個我覺得這都是很簡單的小事 日常生活的小事 只是有沒有用心而已 你知道嗎 隨手關燈 隨手關燈 這又很難嗎 沒關係一年了 你上幼稚園的時候 應該就知道這種基本的道理了 省水省電愛地球 這種東西不知道嗎 現在40歲了還要我來教嗎 很大 難怪你會龍 太大聲了 講小聲他沒聽到 夏天的話 他在哪一個房間 電扇就開到哪 很棒啊 在客廳就開一台冷氣 然後進去那個房間 滑手機滑滑他再開一台 而且重點是他出門了 這些東西也都是完全是開著 天啊 所以其實我常常起床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因為永遠都燈火通明 有時候會想說 這是客廳的燈多亮 我還聽到客廳有電視的聲音 他有一些新聞啊什麼 我想說他應該在 都開著 我想說他應該在吧 就在那房間裡面問他說 Michael 你還沒出門喔 你要什麼 叫了半天沒有人 全家這樣找一遍沒有人 我才知道他出門了 為什麼 有時候以為他出門了 找一找沒有人 開始打電話講他壞話 打給我媽 多了啦 其實配樂我又反駁了 你叫他從廁所走出來 露露等人家叮叮叮叮 就一直講 其實我覺得 他前面講的這些 我要反駁一下 其實我也是在家裡 為他留下一個溫暖的一盞燈 回家的時候可以看到 你家裡是有溫暖 有人氣的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點是不是在不關電器 忘記關電器 我覺得忘記關電器 我覺得在場所有人都會忘記 他還忘記關車門 沒有 其實都會這樣 很正常會吧 車門都不關 你先讓你的談 對啊 但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他也會忘記關燈 但是我們做先生的大器 幫忙關 我們就幫他關 我們不會是從房間走出來 去跟他說 你燈沒關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一回家 全部一家人 從外面天氣可以熱 回到家 家裡怎麼這麼涼 他就 哎呀 我忘了關冷氣啦 我好像開多少 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你怎麼這麼淘氣啊 把那個冷氣關掉 他這樣講起來 好像他比較大氣 怎麼辦 然後老婆就會想 討厭討厭 人家就是忘記關了嘛 是嘛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出門 他每次都說 走了 出門了 然後 門一關就關 就走了 然後剩我們 他還嫌我們動作慢 因為我們還要在家裡 尋 女人動作就是很慢 什麼東西 什麼電視沒關 為什麼廚房都沒有 尋一遍 然後小孩什麼東西沒帶 如果我不尋 我跟你講我們全家就跟這樣 就亂糟糟的 他就這樣就出門了 真的 你們不知道 沒有 我們先把小孩帶走 讓他有親近的空間 可以去把所有的事情 檢查一下 所以麥可 浩如控訴你的都是些小事 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 換我了是不是 應該是大劍士 大家就是左眼大勢 大勢 大勢 蛤 是不是很重要 煎牛排給我吃 拜託你有沒有 心眼大一點好不好 什麼弱掉 這不是今年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千大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今年 是我們結婚14年 我們在婚 那個結婚的那個場合上面 他答應我的結婚事實 是煎牛排給我吃 到現在已經14年 沒煎過 我沒有吃過他一塊 每一煎過的牛排 從來沒有煎過給你 為什麼 他比較會做 那為什麼不他做 但就煎牛排 其實不太需要什麼 太多的技術 因為他自己就覺得 他自己是煎了全世界最好吃的 我覺得根本沒有必要 可是有時候 我並不是好不好吃 他要的可能是我老婆 幫我做的 是不是 就算很難吃你也OK對不對 是嗎 所以咬不動 跟牛肉乾一樣也OK的 牙齒都裂掉 也是吃 流淚 一份心 來Paul哥 3 2 1 什麼 學習新東西 你看這個視野都不一樣 老教官就是老教官 學習新東西 老狗學不出新東西 他就跟一個老人在一起 他學習什麼新東西 所以我學會了他們學啊 你把你老公都沒那麼大聲 把我那麼大聲 本身就那麼老舊了 你都會學習新東西 因為真的 他三十幾歲 但很多基本的一些 生活技能都不會 比如說 比如說游泳 比如說開車 比如說很多東西 他都不會 這些是必須要會的 對 尤其現在小孩子大了 到處要去送家教 要送補習班 要去學校他完全不會 他每天在那邊耍賴皮 坐監測就好了 很方便這樣 但是他偏偏 又吸引爛司機的體質 就是叫爛司機磁鐵 會繞路 不是 就是會 每次他上車 都會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超可怕的 不是那種很臭的 帶垃圾桶 一起坐車的 他最可怕的是他有性騷擾 前正常 你自己講他性騷擾 我才上個禮拜吧 就叫也是app叫車 但是 這很可怕我一上車 然後人就開始 我以為他在講電話 因為有可能帶著耳麥 自己在那邊講 講一連串 我仔細聽 他就是在講用台語 但是在藐視女性 什麼你去給人家怎樣 什麼什麼 你去給人家擦 你要不要自擦給我看 一直講 就是一直 然後我坐在後座我一個人 我就覺得 好 越聽越快 而且十幾分的路程 我想說我要不要就是 就是等一下 紅綠蛋的時候 整個開門出去 可是 我想了 沒有 我想 我就自己覺得我很機靈 我有看一下前面 我有先看到那邊 有一個酒精 他放著 如果他等一下對我怎麼樣 我就用酒精噴他 眼睛 然後 方向要噴對耶 如果我等一下要開門的話 完蛋了 他是自動門 然後開很慢這樣 太慢我會被他發現 所以我就這樣 只能就是 就是用酒精 所以他就有這種 就是有這種 可怕的體質 很可怕 所以想說如果又有小孩 那怎麼辦 為了他我用心良苦 老公哪裡找 我去坐Uber 我還特別坐了十趟Uber 一直叫一叫 終於叫到一個 這是個女生 女司機 而且他開車很順 他還說他以前是那個 開軍卡的 哇 開軍卡的 讚喔 我說這個沒什麼 那個要快 要慢 要安全的我都會 我就跟他留了Line 我說那你幫我教我 固定叫他的車 不是叫他車 教他開車 另外一千塊 教他開車 你知道嗎 結果那個人說 哈哈沒關係 我就上上 就跟人家約時間 約了半年 但是還約不到 因為他說每天說 我好忙 我要做指甲 我要做頭髮 就跟人家約了 就完全 我已經幫你設定好這樣 你還不去學 我有啊 更可怕的是 他還有一次去那個劇叉電腦 說好 那我要去學一個 新語言喔 教了十堂課 日文喔 我要去學囉 拜拜 結果一堂課都沒去 我跟你說這個啊 那一萬塊就沒有了 淡水牢 放水流 沒有 那個是我十年前認識他的時候 他每天都找我約會 我怎麼會有時間學 而且他就是一個活字典 我就學 跟他學得好啊 活字典 對耶 教課就好啦 為了不去上課 教課還這樣講 活字典 你不用擔心啊 因為如果你掛了他 他會 他改家 會改家差的啊 又不是一定改家比較好 他那麼年輕 然後我這樣講 你們好好的手吧 好不好 而且上次真的不誇張 我就讓他試開一次我的車而已 去到那個大賣場 人走下去 四個車門開了一個小時耶 回到那個停車場 唉唷 怎麼門開的 唉唷 為什麼你沒關門 唉 沒關係啦 我以為門會自己關 哪一個車門會自己關的 賀斯拉會不會 會嘛 會喔 沒有那開很大 你要很近 他也會通知你沒關 那你為什麼不看通知耶 而且台灣 對啊台灣的治安很好 我的錯 東西也沒有不見 而且也OK啊 通信不見 你都還沒有不見 你沒告訴他這是你在測試 對啊 誠實大冒險 有沒有看到 如果有人來真的就把他夾進去 你也不住啦 不要鬧了好不好 換你 來 反控 坐著上廁所 反正也是都低的啊 而且你知道你現在這個年紀 應該會低得亂七八糟的 會低的 你剛剛坐著剛剛好 應該大家都有喔 不要只有我喔 這個小事 我們是噴得亂七八糟的 你少來 你少來 這種小事情 但是你不懂男人 因為女人跟男人身體構造不同 我坐的時候就要一直壓下去 一直要壓你知道嗎 就很痛 你說壓哪裡壓頭喔 不是壓什麼頭啦 就是那個會頂住那個上面的蓋子 所以我就會卡住 就不舒服 那你就壓一下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要變成要這樣 這樣做也 我告訴你 其實坐著有一個好處 你會不會找不到自己的 所以我 你乾脆說你坐著尿尿 你會碰到水底啊 不太是找不到 這太誇張了 就會頂到 就會不舒服 但像你這個年齡啊 其實要試著坐著上廁所 是因為 其實坐著上對男人的攝護線 是有幫助的 血液循環比較好 對 那浩如 老公還有什麼沒答應 答應沒做到 婚姻都是一些小事啦 你看 不再當髒髒阿伯 她平常又很髒嗎 對啊 蠻帥的啊 因為她是乾兒屎 她掏她的那個兒屎 掏出來 她會一片一片的把它擺在桌上 很療癒喔 哪會那麼多 誰會那麼多 然後一片一片一片擺完之後 她就走了 她就把那個留在客廳 天啊 那如果是一順風吹過來 我們就哇 聖誕節 怎麼可能那麼多 怕你萬一在吃那個月餅 然後掉屎 你以為她是屎 一群沾起來 一起吃 對啊 蘑菇食餅什麼 一起沾起來 對啊 還有小孩也都會在客廳啊 她就會放在那邊 指甲 剪指甲也是 所有的指甲亂噴 都留在桌子上 就這樣留了 然後她就進房間睡覺了 她就會留到隔天 有一次我女兒也是走過去 直接被她的指甲 刺到肉裡面 很大的冤枉 原來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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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耳廢啦 我跟你講我是失而死喔 那個就是你的 但那個照相 一定是她說要照相 我才留在那邊給她照 但我會 但我是會把 我會把她收集在那裡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這種 很有成就感 我要讓她看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會相信她欸 那個是我照的啦 她留在那裡我照的 對啊 她現在把死的說成活的 你怎麼會相信她 她就是想把她照下來 所以我是留給她照的 屁啦 那你說那個地上那個什麼 有那個指甲 妹妹去踩到 是 那個是一定是說她在地上 那我還沒有去拿吸塵器來吸的時候 妹妹就跑過來了 不是你不吸 對我都會去吸 偶發的 想到這個東西 她自己還不是一樣 蛤 她自己的衛生紙 常常就是 有時候女孩子嘛 擦一擦鼻涕 她就放在桌上 這是你要控訴的第二條嗎 對 對 換我了 就是她自己也是一樣啊 那個衛生紙也是到處在客廳 就留在客廳的茶屋上 對 在餐桌就留在餐桌上 然後都一張就這樣放在那裡 然後我就跟她說 她們說會再用 我說你放在那邊幹嘛 她說我再用一次 我後面還會用啊 當然啊 做什麼用 她說要環保 因為她說她只擦了一片 還有其他的腳腳沒有用到 當然啊 因為有時候是 一坨衛生紙在那邊 你要是打一個嘎抓 那嘎抓你要拿去撿 就是要用過 放太久了 桌上有螞蟻 總不能抽一張新的去弄一隻死蟻蟻 上次放一坨在那邊 小豆芽都生出來了 沒有 豆芽都生出來了 然後去壓螞蟻啊 很好用 而且獅子巾擦過一次 只是洗個臉 就放著也還好吧 他們就會說 幹嘛丟 幹嘛在那邊動一搓吸一搓 我們以前那個年輕 年輕少年的時候 如果床上有一幾坨衛生紙 馬上被媽媽罵 拿去丟好不好 不該用的東西 你那東西包我一樣的 對 每幾滴還可以再重複使用嗎 對 再用 也可以 來 查看 小事啦 來 換咪咪 不要在小孩面前對我毛手毛夾 不要在小孩面前對我 你實在是嗎 我會 我知道 他每天都要嘛 對不對 對 他就是這樣子嘛 像是我們上來一集 那他有講到 Paul哥到現在還每天要 咪咪也已經很久沒有跟我 我可以嗎 哇 三天沒有做 他就生氣耶 沒有咧 他是要每天啊 他要每天耶 你不要在節目上給Paul跟面子喔 每天 我不是 我發誓 他真的每天都要 沒有 哇塞 哇塞 所以沒辦法做得上廁所啦 對 那就是很誇張嘛 那我想要煮個飯而已 那他就也可以這樣子就是 從後面 從後面在那邊打 或是 然後我想說 你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喔 這個五花肉 對 然後我就這樣 倒倒倒 然後說 老婆你這道菜煮也太鹹了吧 我就說 就因為你這麼鹹啊 小孩面前這樣又 他有曾經你煮飯煮到一半 把你拉進去幹嘛嗎 拉進去倒是沒有 就直接在那裡 喂 那個是哪一個劇的劇情啊 在餐桌上喔 在煮飯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在暗示暗示 然後早上就是在那邊 就過來抱一下 一直說過來抱一下 什麼啦 就過來抱一下而已啊 然後說 跑就過去抱了 給他抱了一下 然後小朋友就 衝進來耶 然後他就馬上 大力的推開 我想說 那你就不要這樣 一直要對我毛手毛腳 然後又 小朋友 又怕小孩看 對 然後就覺得 你這樣子很不應該耶 就是不要這樣子 而且你在小孩面前 推開它 感覺也不好啊 就很不好 小孩就會覺得說 那也不能繼續ING啊 那這樣很怪嘛 你去廟裡走一走 你這是抵勾痠 什麼 你是被射鬼上聲 沒有好低勾痠 我以前 真的 對不對 以前中午那個民間故事 都有那種低勾痠 被嚇醬頭 他就 不然哪有那個的 剛剛只不過在拍個照喔 他也叫他老婆說 來 腿放這裡 來 腿放這裡 拍照而已耶 這樣很好代表他對你很有興趣 沒有 這生活情趣啦 有時候這樣拍個屁股 然後摸個 他有時候這樣試 上次也是 他在切辣椒 我說手好細喔 這樣一直摸他手 結果我揉眼睛 就完蛋了 眼睛快瞎掉了 你知道嗎 我眼睛好燒喔 但是就算這樣 我還是 沒有辦法把我的手離開他 就是喜歡上下起手 我老婆 他如果我會忘害他 如果我有一天Paul哥 不再對你毛手毛腳 你會覺得怎樣 你會不習慣喔 好啦 說實在 如果因為常常這樣已經也習慣 如果他突然拿 沒有這樣我就會開始檢討我自己 是不是就是沒有魅力 對 我就會開始想 而且你不要說什麼 毛手毛 他現在多會利用這個 有一次我也想說 晚上那個 來毛手毛腳一下 等一下手拿過來 我說幹嘛手給你啊 把我手塗滿乳液 我說你幹嘛 你順便幫我擦一擦 反正你也要來了 就直接 一鏡米狗 順便幫我擦一下乳液 你看 這樣對不對 對啊 很好啊 對啊 很好啊 還幫你取腳趾 對不對 你們來上我們幾次 阿姊萬歲的節目 大家會懷疑就是 Paul哥到底有多厲害 Paul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 怎麼每次夫妻上節目 哇 一直往Paul 你自己講啊 真的啊 這不是 他就是真的 就像你浩如說的 就抵勾帥的感覺 真的 你要去沒有聽話 真的覺得 你有可能真的是這樣 你有豬哥耍到的Paul哥 換你 來 賠我運動 你說的運動是哪種運動 沒有 這是真的 我們講正常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這是假的 這是真的運動 我講的是運動 因為他一直這樣 他說好像小我17歲 每天吃垃圾的食物啊 不用運動睡到晚上都沒關係這樣 年輕啊 對 他覺得他年輕 但事實上他已經35歲了 藉口一堆 我沒有看過那麼多藉口 他如果藉口 每次拿藉口可以 我一塊的話早就百萬富翁了 像我每天都會跑 每天早上7點就會去跑 跑大概2公里到3公里 那也不多 簡單 我說來 一起來 每次都一看都好 第一次說我要上廁所 我要刷牙 我要喝咖啡 我那個要上大號 我那個來 每次都有每次的藉口 一個禮拜後我想說 好啦 每次都要拜託你這樣 鼓掌力 算了 不約了 好 那沒關係 你不想跑步 我專門請一個家教老師 到家裡來 皮拉提斯喔 幫你拉提斯 結果他也是一樣 要上不上 然後跟老師在那邊聊天 滑手機 在那邊講說今天要玩什麼 今天要買什麼 這個雙11要買什麼這樣 完全把那一堂 我付錢的課 拿來當聊天課 那你要跟Paul哥講 我有運動喔 還跟老師這樣講耶 是喔 就是能閃的都閃 我有運動 就是平常那個東西就閃就算 你運動為什麼要閃 我有運動 他就逼我去那個跑步機 然後我早上空腹對不對 他很誇張 幫我調那種什麼 波度 對 T R S 還是什麼 H I T 就是什麼 快慢 快慢 以下快 一分鐘快 一分鐘慢 一分鐘超快 然後又好慢 然後我整個我的胃快要吐了 我吐胃酸耶 然後他還沒有 他還一直說什麼沒關係 正常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 我說我不能了 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騙人 然後繼續再幫我加強 雖然他是為了健康 可是就是 不要這麼緊迫的盯人 他有在動就好了 不要讓他調那個啦 快慢快慢 你就晚上自己再快 什麼快慢 那個你就不要管 你自己再說快 什麼自己再說快 好 接下來看皓如這邊 第三點 他要注重打扮 我覺得OK啊 因為他現在太拉搭 他只有上節目會穿這樣 他平常永遠都是假腳脫 配睡褲還有吊膏 永遠他去哪裡 我在路上遇到Michael的時候 他真的是吊膏 帶小孩去操場 也是睡褲假腳脫 Michael穿短褲 吊膏假腳脫 跟Paul哥穿一樣 人生有型的 Paul哥那個可以理解 他就是下象棋 公園下象棋的那種感覺 甩手 對啊 身材好 怎麼穿都好看 可是對啊 你看他至少也高高 重點是我跟他以前 在一起的時候 他每天來跟我約會的時候 他打扮得帥得要命 他簡直就像韓劇走出來的 那種玄冰 玄冰 你看他以前是很帥氣 這是Michael 對啊 不像耶 很帥耶 他以前是韓國偶像類型的 像運動選手 身高又快190 然後每次約會 他會配不同的太陽眼鏡 然後再會開車 開車還會自拍 有那種陽光 還會自拍 然後很帥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 我就不用講遠好了 你說今年 今年六月 我兒子的畢業典禮 對 你看我老公穿什麼 你看我老公 畢業典禮 人家六年的畢業典禮 我兒子還上台里那個 成績優異代表獎 他穿這樣 他那個睡褲 就是他睡覺的褲子 他完全沒有換衣服 他直接去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打扮一下 你發生了什麼事啊 沒有 其實就是自然嘛 就早上很早就 自然 就小孩子 家長會耶 你看你隔壁那個 就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 對 畢業典禮 你要是有領獎喔 沒有小孩是才是重點 我們爸媽就是陪襯而已 可是自然還穿個球鞋 是不是 你的胸部穿得那麼低 出一個那個 畢業典禮幹什麼 你還露肚子有打扮的好不好 老婆這麼辣 哪你穿這樣子 我有打扮嗎 但楊浩露你也太過分了 穿這樣子 對不對 其實畢業典禮要幹什麼 你看那個現場 哪一個爸爸在看自己的小孩 不過很像那個 離異家庭 父母從不同的地方 對 你不敢過來參加小孩 擔心的啦 完全不像 完全沒有搭軋 你拜託好歹 中和的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會穿這樣子嗎 因為早上起來 幫小孩弄個早餐 因為你知道那個時間 就比較緊迫 來不及了 那就留點時間 讓老婆可以打扮一下 我們是犧牲自己成全老婆 我總不可能就邊抓 反正邊煎蛋吧 那你現在還有什麼 要控訴他 對啦 這個是蠻重要的 不要在小孩面前罵我 那浩如他性子比較急 他脾氣會發的比較快 在小孩面前 他就會突然說 你怎麼這樣子 他就會開始罵我 那我是覺得說 在小孩面前吵架不太好 所以我就跟他溝通說 那以後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 就你不高興 你可以說立來立來 我們來房間裡面聊一聊 不要讓小孩看到我們 之間有爭執 對 那他就是說 好啦他覺得我講的有道理 就沒想到 真的事情發生以後說 你不是說要去房間嗎 他說我都氣人這樣 我怎麼可能還能冷啊 就是還是做不到嘛 對啊 就是會這樣子啊 不過真的有時候脾氣來了 對 而且我常常也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他有時候 有時候就會說 譬如說女兒肚子痛不能出門 他就會說 走了走了 在拖什麼 砰 他就不見了 你說我找得到他說 你立來立來我們去講一下 可不可以等一下 他就不見 他就走了啊 然後我之後趕快帶女兒去 上車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女兒身體不舒服 你到底還在趕什麼 他說跟人家約好啦 跟人家約好就是要出門 我說你女兒還在拉肚子出什麼 那時候就只能在車上講 他就不見了啊 Michael要說的是 對 小孩也會看電視 也會看到這個節目 所以就不要 我們去房間 很難找到他 對 可以答應 這個是我要求 答應卻沒做到的事情 對啦 這可以盡量 但是可以慢慢鍛鍊 慢慢學習 後你會嗎 你會在家裡像在節目這樣罵咪咪嗎 我家裡很安靜 他就是把那個集中火力都在節目上講 因為他說在家裡 因為講話要賺錢啊 家家人講話 回家就動動手嘛 對不對 我們都會做事啊 不斷做事啊 他就會一直 我會傳簡訊給他 傳簡訊罵我 傳簡訊 我們很好啊 就是小孩在的時候 東西要收一下啊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那種是碎唸的 就是更年級到了以後 蛤 誰 你 我 他會是很碎嘴很碎很碎很碎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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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讚你 這個很煩耶 你就會覺得Oh my God 這又在念經了念經了 念經了 是你吧 然後就回向回向回向 回向 是你一直講 對 我都躲到陽台了好不好 然後忍他說晚上再吵 但是又推著又吵不起來 就沒事了 就是對 因為真的很難 那一開始人難免還是都會 那Paul來思一下你的 好 這一點我真的我也覺得蠻嚴重 去做全身健康 這個真的很重要 很怪耶 一年不做 你這樣生你就越來越糟糕 你都不知道 然後出門都要看農民歷 然後這個呢 他說什麼 很害怕 怕針頭 怕抽血 怕忌諱什麼的 我說你民國幾年出生的人啊 尤其女生是不是要做一些 比如說 乳癌的防治啊 父女方面的東西 對不對 頂多就是抽個血弄個什麼 但他完全不要 抽血好可怕 打針好可怕 然後他假的打針好可怕的時候 然後女兒要注疫苗說 快 打針一點都不可怕 這是兩套標準 媽 你自己這樣講呢 對不對 然後完全 耳朵硬的跟那個牛舌一樣 真的完全聽不進去 牛舌滿軟的吧 我幫你跟牛舌 你這什麼比喻啊 這叫老牛舌 我講錯 老牛舌 尖到老的牛舌 就是像楊皓如接的牛排一樣 那麼硬的牛舌一樣 完全聽不進去 但不做健檢的人 真的是因為會怕對不對 為什麼會外 我其實有基本的就是抽血 我有啊 然後你說 每年定期女性的什麼HPV 跟什麼那個基本的 子宮頸域 子宮頸域那些我全部都有 但是他說的是那種叫我要就是 整套啊 書眠然後大腸 大腸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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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講的是那種 但我就會覺得 唉唷 什麼唉唷 人生嘛就是 活在當下 什麼東西啊 反正 現在又變活在當下 誰是老頭 我自己覺得 誰是老頭 其實他覺得 他也沒有什麼不舒服 所以就可能比較不想說 沒有不舒服啊 然後就是時間算了 會走就會走 不會走就是 什麼啦 你不要亂講 不能那麼豁達 你現在有小孩的 不能這樣 射手座我就是這樣 不會想那麼多 我那時候 其實跟他一樣說 絕對沒什麼也沒什麼 但我在覺得就做一個 因為那時候公司規定 你要去做大場鏡 而且還不是無痛的 想說一定要 一定要坐很長天去那個公司 我一坐 不坐還好 一坐裡面有五顆息肉 然後而且他還好就看的時候 通常現在不是就直接就 直接電燒掉 直接就燒掉割掉 就不用煩惱 所以你不去做 永遠不知道 做就去處理他就好 怎麼叫活在當下 也不見為盡 沒有這種說法吧 沒有 你做了就有時候 你會一直想很多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 我原本其實都不會想很多的人 對 這個我覺得Paul哥的控訴是對的 對 這個你必須要答應他要做到 對 來 慢慢來 第三條 然後 要去補度蜜月 你們沒有蜜月 其實我們也沒有婚禮 也沒有婚禮 都沒有 我不是沒有婚禮 我是還沒有 我會辦 我到時候會邀請你們 你們要邀請我好不好 大家如果留辦比較便宜 合成辦 我們也沒辦 就是因為我 我其實就是覺得 現在有女兒以後才會覺得 哇 這件事好像滿很重要 因為以前可能 對可能爸媽的一個交代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現在就覺得 現在回頭過來想想 好像真的需要一個 一個這個部分 尤其像我們前陣子 才帶小孩去那個巴厘島 然後就有個很大教堂 然後超美就又在海邊 全部玻璃的 對 我就覺得 哇塞 我就牽著兩個女兒這樣說 你以後你結婚 如果在這裡會多好 然後辦婚禮什麼 然後女兒老大就會說 媽媽 對啊 我要穿那個新娘的衣服 是不是就白色什麼什麼的 然後二女兒就有點搞笑 就說 可是媽媽 我結婚了後 這樣我是不是就要 不能跟你們住在一起 然後說 沒關係 不然你也可以請她來住我們家 先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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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先不要 不要幫忙 對 然後就覺得好像就是 對啊 老公說的咧 蜜月跟婚禮也都沒 所以妳說的蜜月是只有你們 只有你們兩個沒有小孩的一個旅行 對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真的幾乎都跟小孩一起出去 去出國玩 而且現在小孩多賊 我們想要騙他們 頂多晚上突然偷吃個飯而已 就說我們去工作 好 你騙我們 妳說什麼去工作 兩個去約會 好 我聽到妳要約會囉 妳在訂飯店 訂餐廳是不是 他們都會這樣講 不說我們兩個去 因為小朋友現在就是上課都會需要用iPad 那iPad他的那個相簿是整個連動的 他就點上去說 媽媽 這個你們去吃什麼 你不是說你去工作嗎 我說對啊 工作也要就是吃飯 人家請我們吃飯去工作 所以他就 就是你沒有辦法連 沒有辦法擺脫他們 對 所以出國其實就是蜜月的部分 就是真的會比較難一點 對 好啦 聽完兩邊各控訴的這三點 其實聽起來都有點像 生活的一些瑣碎的日常的一些習慣 對 我們節目叫阿姐萬歲 是的 今天我們就給現場的女性 也就是兩邊的老婆 一個特別的機會 什麼機會 來控訴你的老公 今年都快過了 還有哪一件是 你真的覺得不是答應而已 而是個承諾 到現在他都還沒有完成的 因為我們以前 大家都是 本來是個體各個家庭 然後現在結婚有小孩子 我覺得你對整個家庭要有規劃 所以我也贊成Paul 要叫咪咪去健康檢查這件事 因為我現在要Michael答應的 就是拜託我們認識到現在 有小孩到現在老大都12歲 我們結婚都14年了 拜託 為了我們的家庭 去買一張保單 你到現在沒有任何保險 沒有 為什麼不買 他不 他不去 這樣說 我覺得保險這件事是這樣 現在買好貴 是不是年輕的時候買比較划算 其實浩如有說說 你叫我去買保險的時候 其實我有去找一些業務來談 保險現在投報率好低 等於是你買了 然後有時候就是這個也沒保障 那個也沒保障 越晚買越貴 對 越貴 那就是一樣 就像我覺得這個錢 那是不是把它放去台積電呢 它一樣是一個投報率的概念 不一樣 就是你最後出事的時候 你股票還是可以賣掉 不是 但當你 你錢還是會回來 但當你出事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沒有走掉 那個醫療費 哇 那個不是一張股票可以 如果一直沒有走掉的話 是不是 其實這個東西我也不曉得 就是 其實像我爸媽 他爸媽年紀大以後 他們之前很早之前有保險對不對 對 但其實後來真的遇到什麼時候 需要這些保險的時候 他那時候又沒保到 所以也是很困擾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就是要思考一下 如果當然有很好的保單 他的投報率很好 他保的範圍很廣 然後又很便宜 我覺得我會考慮 他就一直在把保險 投資這種東西要混在一起講 他就覺得這個東西 有沒有投資報酬率啊 那我不是多存一點錢就好了嗎 我何必 我何必 然後我每次跟他講這個 他就說你是不是要詛咒我找 我死掉啊 然後把那個保單拿起來看一下以後 他又譬如說意外險什麼的 他就看了一下 他又說 奇怪耶 我還要規定他什麼 我只能斷這兩指喔 這兩指才是失能喔 我還要規定他 我還要照他規定 罪機才能頂到喔 然後如果我是什麼什麼 我不能頂到 這什麼屁東西啊 我為什麼要照他這樣子去活啊 你為什麼要詛咒我啊什麼的 他就會有這種 就是跟秘密一樣 各種藉口 射手座 他也是射手座 難怪 他就會覺得如果我現在好好存籤 我何必把一年這個八十幾萬拿給那個保單 講都會 他說我不用啊 我一樣可以存錢啊 我一樣可以存更多 我何必要這個保單 而且你買機票 你刷機票的時候他就有意外險 你幹嘛特別要保 對 他就是這樣 你幹嘛保這樣 所以你們要知道喔 現在如果我掛掉 旅遊也有旅遊險 現在如果我掛掉喔 他現在千萬富翁 如果他掛掉我可是 你也要留一些錢給他改價啊 對啊 是不是應該要啦 醫療險也要啦 自己的醫療險 而且他就說他二十幾歲沒買 他說我現在四十五歲 我更不可能買 那我覺得你說 你說今年沒做 明年再做 明年沒做又是後年再做 又不可能 又不可能 超難的吧 那就趕快賺錢吧 就是存夠錢 如果真的不買 不買就多存一點 就是讓自己有錢嗎 對 或者讓自己快一點 我沒辦法 快一點去 就讓自己一生平安 快一點賺到錢 快一點財富自己 健康檢查有在做嘛 是 健康檢查有在做 對 好 咪咪 剛剛講了 我覺得婚禮 應該是你最想要的吧 沒錯 因為他自己已經 你看小孩 老大都七歲了 我覺得那個就是 對我爸媽的一個 交代 對 你為什麼不想辦啊 我要是你媽媽 我也會覺得 我希望我的女兒 有一個婚禮 那是一種 妳知道我跟智希婚禮 都還沒辦喔 她媽媽已經把她婚禮 我們婚禮要穿的那套衣服 她已經準備好自己的衣服了 對啊 媽媽好像都有一套都準備好了 會心疼 會心疼 尤其是因為我覺得 又生了兩個女兒 對 重點如果生男生那就 啊 算了 就是生了兩個女兒 你就會覺得說 女兒你怎麼 如果是 就換一換換位思考 如果我生了兩個女兒 隨便嫁了 小小的就是親戚而已 我就會覺得好像 有一點點 很不捨欸 對 對 就是這種感覺 我那個照片左前方那個是 是岳父是不是 那個是 那個 那是我吧 那是妳 前面才聽到我啦 跟岳父 那是岳父 那是岳父 你那是岳父 你那是岳父 我想說你爸 跟某某某長得好像喔 欸哇 那是你啊 對不起 好啊 可以喔 夠了喔 這個呢 那時候是 我還有頭髮 我們只有辦訂婚 耶 就因為有頭髮 所以我想說那個不是你了吧 而且你比較胖 那時候比較胖 我們這種辦訂婚 只有訂婚耶 然後都是全程我爸 出的錢 對 我爸出的錢 我們也不收任何的聘金禮金 什麼全部都不要 對 然後也不收紅包 然後就是爸爸 就是邀請他的朋友 因為他就覺得要 風光嫁女兒這樣子 對 但因為南方這邊 就是完全沒有婚禮 這件事情 你是怕前女友鬧場還是怎樣 前女友給他一桌啦 沒有 為什麼 其實說實話因為 第一個就是 因為到現在以後 有小孩以後 這件事情好像變得 我剛開始覺得沒那麼重要 因為小孩優先 但現在 後來聽到那個 我女兒在巴黎島這樣講 我覺得說 如果是我女兒這樣的話 我一定會很生氣 她一定要給我一個婚禮 讓我可以牽著手 把她的手交給 從我最愛一個男人交到她另外一個 下半輩子最愛的男人手上 我一定要經歷過這一段 不然我心裡會有個缺憾 所以我現在了解 然後當年是因為說實話 第一個很沒有錢 幾乎沒錢 那個戶頭幾千塊而已 但認識的朋友多辦婚宴是賺錢的嗎 沒有 現在沒有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是第二次的婚姻 第一次婚禮辦得非常非常的大 在那種最高檔的酒店 請了五十幾桌灌溉園區 什麼總統都來了 然後一下就結束 所以我可能心裡還有一個陰影 就是說辦得越大垮得越快 還不如都不要辦 我們平平安安過日子比過節重要 但我覺得這不對 但我現在覺得過日子當然很重要 但是儀式感我後來想想也對 對啊 不能沒有 畢竟他對不對 那這樣好了我覺得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張這個 結婚證書 對 我們準備了一個 嚇死我一跳 幸福合約 沒錯 上次你看PO哥 你那時候你的願望 咪咪可以幫你掏耳朵 對 今天我幫咪咪完成一個願望 她的心話 她的願望 幸福合約 要講一下什麼 第一點 少喝一點 第一點就少喝一點 第二點 把老婆看重要一點 這很簡單吧 第三點就最重要的喔 出國度蜜月 只有你們兩個沒有小孩 就只有你們兩個的蜜月 還有五半一個 五半婚禮 可以吧 OKOK 讓她決定 要啦 她要怎麼辦你都可以嗎 我們出錢就好 出錢跟出人就好 這個節目會流傳嗎 流傳會流傳 觀眾都有見證 觀眾都會見證嗎 這個我跟妳講 妳簽完之後 我們都貼在我們的背板上 每個男生 每一集節目來自 每一集觀眾都會看到妳簽過 妳要入場以前都看到 2024年底 我們會再來錄一集 到時候希望 還是兩個人一起來 完蛋 好嗎 沒有錯 她生戀以換人 妳要趕快女化 結果真的要放婚禮 新娘不是我 新娘不是我 新娘不會啦 來 要錄影存證喔 對喔 Paul哥已經簽了喔 還有劉日綺喔 12月簽的 太棒了 乾杯 乾杯 我們來 一定可以的 來 接下來 來 浩如 雖然這不是一個保單 但這是 妳老公應該 Michael應該要簽給妳的一個 幸福合約 真的 第一點 隨手關電器 隨手關燈 是不是很簡單 這有這麼重要嗎 沒有問題 好好洗澡 她不洗澡 有洗澡啊 我跟妳講 她整個背都快蜂窩性組織也 全部都是細菌 是 都有那個 妳說那個黑頭本事 對 都要擦藥 對啦 是有對我洗澡 只是說背後面有擦灌澡 怎麼了 妳要幫她洗啊 對啊 她一個人怎麼戳啊 對 都教妳了 自己不會洗 戳不到我們男生戳不到後面 從今天開始妳幫她洗 要我們幫她洗 對 怎麼會變成是我 來 第三點 讓妳 讓我一個人去理 一個人好好的去理 為什麼 她是要求我們兩個人 沒有一個人 對 放了我 這什麼要求為什麼 因為我從生了我兒子之後 12年來我沒有一個人跟 姐妹出去旅行過啊 像跟姐妹 姐妹好姐妹 就連她都不能跟 對 完全沒有 我覺得可以啦 這個我覺得不會太難打算 她都還有跟朋友出去 只是從剛剛 從等一下 我們這邊結束就可以開始 妳這樣 多想說我離開妳啊 自己回家 對 像自己做捷運嘛對不對 旅行 妳可以做一個台北小短旅行 這樣子 所以妳就 妳們結婚14年 妳有跟她要求過說 妳想要自己跟姐妹出去 她不願意 有啊 我常常跟她講說 我想要跟姐妹出去玩啊 我也想跟我妹妹 我們去哪裡哪裡 她就會說 好啊 那妳想想看小孩要誰顧我 妳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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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說她上班嘛 每天上班族 她說那妳這樣 妳把小孩弄好的話 我沒有意見 變我的問題 還我一個人呢 對 那妳要好好想一想 這張簽下去 明年喔 我2024一定要達到 我不用明年 等一下就開始了 對啊 妳要幫我進去 為什麼一定旅行要出國咧 對不對 那不一樣啊 那個有過鹹水的感覺 應該不會說桃園吧 才是真正的 還是妳去澎湖 有飛啦 有飛就好 妳看她根本都沒有要讓我去 好不好 她妳被追跑 我都希望咪咪去啊 那我跟咪咪去好了 她不行 妳跟我們三個去吧 她跟她也不行 那她也不行 來囉 兩張幸福合約 兩邊的老公都已經簽下了同意書了 是的 就希望兩邊都能夠過一個 幸福美好的 婚姻生活 真才最重要 其實彼此在乎的 真的也不是那件事 對啦 真的是覺得你 但是也沒有關係 一回生二回熟 第一次忘記 第二次忘記 第三次 其實你也就不氣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會知道放棄 會讓你得到自由 你要知道 當你的對方 不把你當一回事的時候 你離一個人的日子 也就不遠了 不相信 妳就來妳祖母試試看 好嗎 反正合約簽了 明年我們再來揭曉答案 OK 祝福你們 謝謝 答應老婆婆婆子 都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愛情好水 謝謝 謝謝 記得 婚禮要發起點 好 對 開始 開始 開始